上次我們都說過 一個口罩要扔有三個原因 這是廠商的建議 第一,如果污染了 有細菌,病毒在上面 或者血淺了 第二,就是爛了 大家都知道 第三,我特別注意的原因 究竟有沒有滿度 中間那層的過濾層有沒有滿度 如果滿了當然呼吸不到 所以呼吸不穿上去就要扔 集中去看第三個原因 做完實驗後發現 其實口罩可以用20個小時 因為主要呼吸面很小 然後用面積來計算 帶著豬嘴的實驗 大家可以去看兩條影片 證明了可以安全地用20個小時 就好 有三個原因要扔一個口罩 也有三個原因不要扔 用盡 第一,就是善用物資 第二,就是環保 你想想如果世界上 我們有七十多億的人 如果有三分一人 每天用口罩 每天扔一個 數一數的數都很恐怖 口罩都不太容易化解的物件 所以每天扔一億個 哇,你想想每天 所以我們都要善用 好好地用 拖延它 盡量用盡它 才好扔 第三個原因 當然就是限前 現在這麼貴 炒起來了 四萬、六萬、十萬都有 所以口罩方都有一輪 大家要善用一個口罩 我們可以實測一下 用20個小時在街上是怎樣的呢 火爆火 製造 火箱 炎 炎 生機 草 鸡 水 銀 現在這個用了18小時了 因為要趕著出電 現在要暫停一陣 但我會繼續用下去 用足20小時 大家都認得這個圈 是舊口罩畫了線 比較多人擔心 戴口罩長久會很髒 現在戴了18小時出街 這個外面 之前我畫了線的口罩 大家都知道 裡面檢查 起了少少毛 輕微很輕微的髒 不是大家想像中怕它很噁心 有一兩次拔到旁邊 就開始破爛 所以基本上不是大問題 特別拉緊口罩 但都可以 沒有什麼影響到呼吸 不暢順 這個口罩用20小時 你出入幾次 每次怎樣去處理它 可以放5天 但如果可以的話 根據N95 有專利權的蔡博士 所建議乾焗30分鐘 可以消滅上面的 新冠狀肺炎的病毒 不過記住大家 集中說表面 當你摸到它 碰到它 所以你要消毒 才好處理 因為你出街 特別去一些人衣物 的地方 很多隱形的病人 你不知道 就變成 假設口罩面 是污染了 裡面這個白色地方 是你自己呼吸的 不用太害怕 因為都是你自己的東西 而中間層 是最特別的 它困住很多病毒細菌 難處是說 如果你拿去消毒 譬如你乾焗30分鐘 你沒有焗爐的話 怎麼辦呢 我參考了台灣 國家級的呼吸防護具 檢測中心 艾傳預教授 他是一個專家 他們有儀器 做了很多報告 還有一個口罩的過濾率 他們台灣就有一些 電窩的方法 可以去焗它 他們叫乾蒸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焗 那我就發覺 咦我們少這個東西 香港 甚至可能日本 韓國都少 但我們個個都有什麼 電飯煲 於是 量度電飯煲的溫度 看看可不可以保持到 70度 30分鐘 這樣就可以完全幫助 消毒了 這個口罩表面的部分 要小心喔 我們不是說 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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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撥這個口罩 你不要誤會 不會等於 口罩重複重複用 而是說 當你用它 20小時 重複幾次 如果最穩陣的方法 又要快手 就是用這個方法 可以在家裡 幫助消毒 然後摸到它 不用擔心 假設表面 是污染了 這是肺炎病毒 我們就不用酒精 火酒消毒 下一兩次 我先解釋 給你知 裡面的原理 什麼靜電 移酒靜電等等 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家家戶戶都有電飯煲 可以試用電飯煲 看看溫度 待會我們又看看這個實驗 幫助大家 去處理口罩 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這個 凌空的溫度計 這些是碰不到的金屬 邊書的就是空氣 我們就開始 0 account 冬 按鍵後7分鐘 保溫 3分鐘 按鍵後7分鐘 按鍵後8分鐘 保溫3分鐘 到此為止 這裡有一張真實的圖表 寫著不同時間的電飯煲裡面的溫度 我已經做了三次量度 原來保溫按鈕不等於煮滾或高溫度 通常只有60度 按鈕5分鐘才到70度以上 就可以開始消毒冠狀肺炎病毒 按鈕之後放在口罩裡 不要碰到鍋的邊 因為金屬很熱 35分鐘就可以清除了新冠狀肺炎病毒 成功消毒 傳閱教授同時是台灣中山醫學大學的副教授 他做過很多落地幫助民眾的實驗 譬如一個口罩 表面上以為有八九成的過濾效率 不過因為側邊的位置是漏氣的 跟面型有關 跟瓜子面有關 要靚就不要命 變成一疏氣 有百分之四十的效率就減低了 因為空氣是沿著最容易進入的地方 他教了一些好方法 我實驗了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就是怎樣把口罩變成為可以 戴上去之後 這些地方差不多氣密 如果最配合得好 例如男士 臉大一點 有各自口臉 可以近乎N95的效果 試戴過了 就算是女生 瓜子面 等等 比較難做到的效果 不過用了他的方法 都可以增加幾倍 幾倍 那個氣密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 大家看到 我跟了台中的賴教授所教 在耳朵後面打擊 兩邊都是這樣 這個口罩 打擊之後 他戴了 20個小時後半段 他用了這個方法 測試會做得更好 但我發覺戴了半個小時 都會有少少寒狠 但哪個小意思 不是大問題 很快就沒有了 不過這樣 就可以真正保護得多很多 因為平常不覺不覺 其實我們呼吸長順 戴了口罩 好舒服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在旁邊流氣 大家要小心 留意 澳洲的朋友 剛剛這幾天 WhatsApp聯絡起 都說 根據香港大學的醫學院 建議 要團職幾個月的口罩 但他在澳洲那邊 就覺得 有什麼需要嗎 可以聊天 我講起 如果我用保丁的方法 前幾條片 我講過 我應該都夠幾個月的用途 下一條片 再出一個改良版 好 今次回來有什麼呢 我當然要開箱看看 好 好 好 做一下過程 這裏厲害了 好 嘩 是一個銀包 鑫鑫鑰匙包 拿出來看看有什麼特別 先 嘩 今次是一個銀包 銀包 大家都想起什麼呢 當然想著 錢 好好的用錢 省著洗 現在說口罩一樣 省著洗 用夠二十個小時 甚至三十個小時都可以 這個是很重要的 善用人生活一件事 我們的資源 在我們現在口罩方的時候 不單止香港 很多地方開始出現這個問題 甚至先排我們搶購設置 現在在外地都有 日本其他國家很多地方都會出現擔心 有錢的時候 我們以為自己很容易買到很多東西 但實際上 當資源缺乏的時候 現在很擔心供應鏈 復工的問題 這些都會影響我們 其實有錢 不是一定買得到東西 以前說過一個故事給兒子聽 很喜歡告訴你 財主佬在鄉間 財主很揮霍 自己什麼都有 他每天都吃剩很多東西 食物、飯 倒入河 屋後有河 鄉村回去 隔壁住了和尚 和尚 每天用沙基 幫他兜起這些食剩的菜 米飯 然後怎樣 浪乾曬乾 曬乾之後 放在一邊 好地儲藏起來 一年發生大饑荒 整條村沒有食物 菜主很餓 咦 他們說 我想有米派 當然 馬上走 好像輪廁 輪廁 輪口罩 他排隊 排到過去 他說 我想給了米飯 他很開心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竟然有米飯派 每個人都沒有了 我有錢都買不到了 和尚就說 這些其實是我日日 在以前 在你吃剩的飯菜 裡面 在河道 乾淨 沖乾淨 流過來 我兜起 曬乾 儲藏 財主佬就很明白 以前自己有的時候 亂揮霍 多浪費 而多謝 很真心 多謝這個和尚 給他一頓飯 而是教了他人生 這是很重要的道理 我們在說 居安私危 居安私危 即是就算你有足夠口罩 你都要為了各種原因 剛才說過 環保 省錢 還有留回口罩 給其他更有需要的人用 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善用一個口罩 我們生命裡面 都要善用其他東西 包括我們的時間 我們跟人的關係 善用我們有時候說 用盡口罩 那是否我們要用盡人生呢 但怎樣叫用盡呢 如果你以為 一個禮拜做七日夜 每日可能由 早上五六點 晚上十二點 博到盡 有人說 我好給心機上班的 好盡力的 博到盡力的 朋友就問他 你這麼有心機上班 你的目的是什麼 想做什麼出來 他就說 我就是想 給心機上班 將來就不用上班 是否很有趣呢 我們經常在想的 就是我們博到盡力 希望最後一天能夠休閒 休息 那怎樣才善用人生呢 好像我們說善用錢 善用口罩 怎樣去運用他好好的用呢 耶穌來到 他告訴我們 他帶給我們一個豐富的生命 一個更豐富的生命 是什麼意思呢 他都很想我們 好好的運用我們人生 很想我們在某些地方 善用 不要浪費 好好的 將這幾十年 運用他 活出一個很有意義的生命 有力量的正面的生命 他教了我們很多原則 我們講的教會的教導 聖經 這些都幫助我們 好像人生指南一樣 好像Google Map一樣 如果你沒有Google Map 去外地開車真的很艱難 但是有了就很不同了 你很有打算 所以這些原則 都是幫助我們人生 有一個Google Map 不是群綁著 不是 而是幫我們更加發揮得好些 而 如何善用你生命 將它用得好呢 我們就要找回 創造一切 創造生命的主 想我們怎樣生活 應該要花一點點 時間 心機去找一下 但值得 很值得的 因為當你找到之後 你就知道如何平衡好你的生活 很多人很焦慮 睡不著 或是生命亂了 其實就是失去真正的平衡 和方向感 我們善用生命 好好運用一切 好好運用它 生命好像惡章 不在場 只在尾 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都好 我們需要好好運用我們一切 無論是錢 口罩 還是整個生命 我們一切都需要好好運用它 不要浪費 好好前行 找清楚怎樣善用生命 善用口罩 下次我們再分享多些